很久以前,在欧洲的小镇上,有一个古老的酿酒集团,他们酿造最好的葡萄酒,在当地享有盛名,但是,一次误然,其中一位酿酒师尝试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酿制葡萄酒,他将葡萄酒放在木桶里,以便让他在木桶中等待更长的时间,令他惊奇的是,这种酿造方式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味。 这位酿酒师继续使用这种方法酿造酒,并逐渐使用以熟成良好的葡萄酒来改进最终品质,事实证明,他的尝试是成功的,因为以前无法达到的新口味使这个酿酒集团的葡萄酒更为出名,这就是红酒的故事。 从一个勇于尝试的酿酒师的探索开始,到最终成为一种享誉世界的美酒,今天,红酒仍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,因为它不仅带来美妙的口感,而且因其历史,文化和独特的制作方式而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。 感谢观看